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印象特别深 说我对婚姻和生孩子是很恐惧的 这种恐惧来自于什么呀 因为我离过婚 离异是吧 对 因为上一段婚姻应该是很草率的决定吧 也是因为家里父母催 然后因为不了解而在一起 因为了解而分开 所以进来以后我对婚姻非常非常地恐惧 因为不了解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你是害怕结婚是吧 我害怕结婚 我也害怕生孩子 这个为什么害怕呢 因为我现在34了 应该属于高龄产妇了吧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抚养一个孩子 还有教育一个孩子 再一个就是我很多闺蜜都生了孩子了 我每天都是听他们在那儿跟我说 孩子怎么怎么的 不好带呀 那个又不听话什么 老公也不管啊 我就好害怕自己走上那条路 你怎么想啊 要结是吧 对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你像房子也有 车子也有 已经具备这个结婚的条件了 然后两个人感情觉得也不错啊 那干嘛不结呢 那我不干 我就现在不想结婚 我也不想生孩子 那您想怎么着呢 我想再磨合一下吧 这怎么个磨合法呢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老是就是嘴上说想跟我结婚 但是我觉得他行动上一点都不在乎我呀 他经常就是打游戏 打得都根本就不记得有我这个人了 怎么没有 上次你 我记得有一次吧 就是 我在公司快下班了 那天下很大的雨 我就想发微信问他来不来接我 然后我发来三个四个都没回 我就打电话呀 他直接给我挂了 然后我再打一个给我 又挂了 我就担心啊 我不知道他怎么了 是吧 然后他过了很久给我回过电话 我打游戏呢 你干嘛这么着急啊 然后我非常地生气 我直接把他电话给挂了 我也没听他说完 我就觉得他不在乎我呀 打个游戏比我还重要啊 就 就 就 一回嘛 干嘛挂上电话 确实打游戏是吧 对 因为那次呢 其实这样的 就是说跟队友一起下场 是吧 因为我把这一段话过来 因为还是呢 对 已经是畅正心啊 那边算了 对 然后那边算了 还是是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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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可是你幸福也得身体健康是吧 你身体健康了才对我的下半辈子负责呀 你自己没有 反正你也没打算跟他结婚 夫夫负责 咱们不想那么远 他不是老是跟我说结婚吗 结婚结婚 想结婚就别吃了知道吗 就这意思啊 但是我也要吃饱呀 人总不能吃饱饭嘛 那我没让你吃饱 你怎么长得这四十多斤啊 那不是多餐吗 还挺可爱啊 刚才说那事说完了吗 他在游戏里面逗小姐姐 你要去同学聚会 对 后来就是他说你衣服穿得不好看 那事就算过了是吗 他老是怀疑我 他就说我有什么男同学啊 送我回家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我也跟他解释过 他就是不信 因为我们有一个同学群 就是五个人 然后里面四个女的 一个男的 每次聚完会之后 就那个男的就是挨个儿 把我们都送回家 他就老是说 我跟那男的好像有什么似的 其实根本就没有啊 那上次呢 我跟他就微信聊天 聊到一点多钟的时候 他就突然 也没说完 没说什么 就直接失联了 然后过了一个多小时 他在发信息过来说 是什么跟别人去打电话去了 那你说的别人是谁啊 那不就是你的什么男同学了 你又不是不认识 我们是群聊视频 我们一个星期 大概就是聚一到两次会 然后他是群主 他每次就是说 给我们发个视频啊 问问我们的意见 下次聚会去哪啊 主题是什么的 然后我们都是四五个人 一起开着视频在那儿聊 哦 他就老以为我跟他单聊 单出去什么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好吧 我觉得你这样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那你打游戏 我还没安全感呢 老是跟小姐的聊天 还要去保护别人 那既然都没安全感 干嘛不结婚呢 所以你的结论 婚姻是安全感是吧 就是一个爱情的保障嘛 哦 爱情的保障 我们现在谈恋爱 我跟你的生活 都是那么枯燥无畏 是吧 逢年过节过生日什么的 反正也没见他 给我送过什么东西 哦 就没有仪式感啊 对啊 我送过啊 我不是送了你 一大袋的柚子吗 你平常去我家吃饭 你也给我买两个柚子 我去他家陪他吃饭 他也是买柚子给我吃 然后好不容易过个节 你给我买十多个柚子 我能吃了那么多吗 那不就买得多一个惊喜吗 只有精没有洗 我就感觉他一点都不懂过 我记得他那时候 霍生日的时候吧 我非常重视 我还请了半天假 一下午在家 堵着那个房间啊 给他扎气球啊 然后把房间弄得 五彩缤纷什么的 给他的惊喜 然后他还真的是 蛮感动蛮惊喜的 其实我那个时候 我也是想告诉他 我是一个懂浪漫 也非常喜欢浪漫的人 但是他好像就是 没有体会到 那后来我不是 也送了你巧克力吗 主持人你知道吗 人家那个送巧克力 都是一整盒的礼盒 是吧 他就这么大一块巧克力给我 我怀疑他是去买东西 没钱找 然后找块巧克力给他 他转送给我了 那后来不是觉得 那个巧克力 礼物太单薄了一点 我还给你充了 两百合金花费呢 我觉得这也太普通了 一点过节的 那个气氛都没有 是是是不够浪漫 对啊 你老是说想结婚结婚 什么你都是嘴上说 然后他你知道吗 他打游戏 一年得花多少钱 他还骗我 他那个号啊 我说你那充多少钱 你老是怎么守着打 他说就几十块 然后我就不信嘛 我就拿他那个号 我就给我朋友看 我说这号 这级别要充多少钱 才能打到这个 他说那起码是一万多呀 我说是人民币还是金币啊 他说肯定是人民币啊 那他打个游戏 要充这么多钱 然后他自己充也就算了 他有时候还给他的队友 充那个金币 那我们以后要是结婚了 他老是这样子 我们怎么生活呀 那不是什么跟队友充啊 他说那个号 我是玩了有大半年了 又不是什么一个月 一次充这么多 你大半年充一万 然后一年是两万 后来没有充了嘛 他说那个朋友 那个是人家微信里面 没有钱给我借的 人家打游戏 问你借钱你也借 那要是我们结婚以后 今天这个朋友管你借钱 那个朋友管你借钱 你都借那我们还要不要过日子 那不是你后来跟我说了吗 我就不借了 然后现在人家问我借钱 我就告诉人家 你不要问我借钱 一百块钱一下的 我不好意思问你要吗 一百块钱以上的 我又怕你还不起 您这都是一些什么朋友啊 一百块钱以上就还不起了 我觉得他就是这些借口多 他就是那天 就 Desert 你换过分是吧 你要对我 那边啊 我可以分制你 你那么君子 哪сте 我游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天你说你饿了 早上才六点多钟 然后我就买了早餐 去他家去送给他吃 难道学习不是 你应该做的吗 这个不吵了好不好 吵也吵不清楚嘛 再吵下去还是个 机通鸭讲 接下来我们四位老师 就做一个同声翻译器嘛 翻译翻译 你们这些话背后是什么 好吗 听听他们的建议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女生不是不想结婚吗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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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成熟就要从玩游戏开始 喜欢玩游戏对吧 几乎每个男人都喜欢玩游戏 因为游戏可以带给我们娱乐 减压 甚至于是一种社交的属性 对不对 但是成熟 你把一块儿一块儿股票的保持在香港的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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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成熟就要从一块儿小颗粒 你之间不能要孩子 你把几个先决条件 变成了两堵墙 堵在了你们当中的 这个位置 你也没有主动地去 帮他做什么事情 对吗 比如说他玩游戏 你就要去聚会 他玩游戏 你就去跟 立姓男同学去聊天 那你在这件事上 也没有付出 你应该去做的事情 你们的未来谈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真是 你们两个认可对方的话 那一定要主动地去付出 你要做到成熟地去 显示出自己 有这个能力跟你结婚 而你呢 要真正喜欢这个男孩的话 就要用你的行动 去努力去争取 你们未来的人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你上来就来了一句 莎士比亚的名言 因为不了解而结合 因为了解而分手 你现在了解他呢 我应该了解他 比他了解我要多一点 那如果你了解他的话 上一段因为了解而分手 这一段你了解他 到底是分手还是结合呢 我不想分手 但是 我应该说是分手 我就这种打算 然后不想分手 我这样说 我应该没有 那么不想分手 就这样 我这点行 我应该想分手 有点招好 什么 我应该会 axsod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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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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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 感谢观看 你想要 感谢观看 也是不一样 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区队 大姐可以想一个问题 到底谁可怜 我可怜 你现在想明白了 一开始看着他们家家徒四壁 吃着发了牙的土豆 脏兮兮的灶台 没有人照顾的样子 对 你是可怜她的 你是心疼她的 对吧 对 但事实上人家不这么像 是 人家觉得自己很幸福 对 每个人对于幸福和不幸的理解 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买了一套房子 他觉得我有一个安定的窝 我很幸福 有些人这辈子不愿意买房子 因为我可以住不同的房子 我可以看不同的风景 他觉得这是幸福 所以这个事情发展到今天看来 你才能了解 其实他不是不幸福 是你可怜 甚至在他心目当中的那种优越感 其实也来自于你那么想抓牢的 你本来以为大哥有一段很久远的恋情 又没有孩子 对 所以你可以很完整地拥有它 是一个可以很好发展的好苗子 但事实上 一个单身了大半辈子的人 就是你这一时半会儿能收服得了的 如果一个人宁愿牺牲朝夕相处 和家庭的温暖来赢得自由 为此而付出了大半辈子的时间 你觉得他能被你独自拥有吗 这不可能嘛 你说呢 所以一个人期望越高 失望越大 就比如说你现在 所以你不应该期望这么高 即便大哥哪天愿意跟你结婚 愿意跟你在一起 你们的生活状态也会像今天一样 今天的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你每一次质疑 理智气壮 但大哥每一次都对答如流 他每一次都有借口 他每一次都能够找到一种方式 来刺激和强化你的内心 比如你说 为什么那个女生 你就叫她 坐在你旁边 我你就不叫 我是为了怼你 我是为了刺激你 对 什么话来 兵来将党 水来土豔 要说什么话 我都能够答得出来 对 但唯独对于生活一些 现实的具体的责任的事情 它几乎是一个无能 对 说对 所有一些年轻的男生 不负责任的问题 在大哥的身上都有 陆琪的那个观点 我是赞同 每个人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方式 但是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你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 请坦白地跟对方说 如果你告诉他 我这么大年纪了 我不想结婚 你如果这么直白地说了 你们该怎么交朋友交朋友 那是平等的 但如果你还跟对方说 我依然希望牢友所忠 牢友所靠 希望寻找一个晚年的幸福 那就是骗人 因为你根本没有做好 用余生的时间 来跟对方共同相守 如果你有这样的准备 你的日子不会过成那样 所以请不要 去欺骗那些想要结婚的人 那就叫不后的 记住了 对 谢谢同学老师 其实也别哭了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你明知这么做是个坑 你还要跳进去 特别是在爱情生活当中 您琢磨琢磨 是不是这道理啊 我们在情感生活当中 一定不要试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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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通过这一段时间我和你再一次的接触啊 我内心感到非常非常的累 你的唠叨 你的对我的强烈的约束 我很矛盾 好好好 时间到了啊 这个不要让自己生活的那么累 未来的生活很美好 按自己的想法好好活着不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你这个年龄判断觉得活得不够通透 可是有意思的是 类似于像这位女士这样想法的女性还特别多 很多年轻女性同样是有这么一个思维 她们的思维里面充实着一点 不好没关系 guru 誓计 先去翘 速播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